听别人的故事,学自己的道理,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结婚当天我才知道,老公是二婚,还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婆婆嘲讽,给了八万彩礼,我已是高攀,我不再隐瞒甩出房本和一千万存款。 下一秒,我让她全家颜面扫地,肠子毁清,我叫郑若柔,今年三十二,依旧带子归忠。 我单身,并非因为挑剔,也不是无人问津,而是我将全部心思投入到了职业生涯中。 就在半年前,我多次回绝了父母为我物色的对象,突然间觉得母亲的那番话颇有道理。 或许放低姿态,真能遇见那个对的人。 就这样,在我调任分公司后,与部门主管江生伟相遇,那是一次让人心动的邂逅,我们双双坠入情网。 他,三十六岁,英俊挺拔,性格中满溢着阳光,他总是笑着说,自己一直未婚也是因为忙于工作。 江生伟的年薪超过二十万,但由于家中还有个求学的弟弟,因此他手头并没有太多积蓄。 我对金钱并不看重,和他相处的几个月里感觉很舒心,我们都热爱传媒行业,共同语言自然不少,相谈甚欢的我们很快就将婚事提上了日程。 他坦言,婚房是父母的老宅,他有一辆代步车,愿意给我八万元的彩礼,这已是他的极限。 我对此并不介意,因为我自己已有着一千万的存款,还有两处房产,但这些我都没有向江生伟透露,我想要的只是一份不掺杂志的真挚情感,愿得一人心,白手不相离。 于是,我打算在我们的婚礼上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时想告诉他,生活不必过于焦虑。 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惊喜。 他居然曾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四岁大的儿子。 而在我们交往期间,他对此只字未提。 我终于明白,为何他一直催促着要领证,要先办婚礼,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婚礼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那张证书。 一旦婚礼举行,就意味着一切已成定局,哪怕之后发现他的过去,也难以改变什么。 但他们想错了,难以改变这个词,并不适用于我。 在私以冗长的致辞后,我猛地扯下头上的婚纱,狠狠地甩在江生伟的脸上,紧接着,我挥手给了他两剂耳光。 刹那间,台下的喧闹声戛然而止。 江生伟愣住了,他下意识地捂住脸颊,用那双曾经令我着迷的凤眸瞪着我,满脸难以置信地连续发问, 你不是说喜欢孩子吗? 还说想和我生一个,又怕身材走样,现在这不是有个现成的吗? 你怎么就接受不了呢? 你都三十多岁了,我给你的八万彩礼还不够诚意吗? 你也不想想自己的条件,你还有挑选的余地吗? 是吗? 人生反正都要终结,既然老了会痛苦,那我现在就结果了他, 岂不是帮他免除了未来的苦难? 说完,我脱下高跟鞋,一个迅猛地过肩衰,紧接着,我抬脚重重地踩在江生伟的背上。 江生伟毫无防备,随着我脚下的力量加重,他艰难地抬起头,脸色胀得通红,双手在空中无力地挣扎。 啊,全场宾客一口同声地惊叫起来,特别是公司的同事们,他们大声呼喊着支持我。 婆婆愣住了,几秒钟后,她怒气冲冲地冲上台,先让人把她的宝贝孙子抱走, 然后挥舞着双手向我扑来,郑若柔,你快放开我儿子,你都三十二岁了,还挑剔什么? 有个孩子怎么了?能当后妈就不错了,你凭什么挑三拣四? 我一把推开她,同时脚下又加了把劲。 我向台下的闺蜜打了个手势,她立刻拿着我的包,走上前来。 我打开包,取出两本大平层的房产证和一张银行卡。 我迅速从惊恶的私仪手中夺过话筒,对着婆婆严肃地说, 全款买下两套大平层,银行卡里还有一千多万余额,这就是我的资本。 我的话音刚落,台下就响起了一片惊呼声。 同事们纷纷站起来,眼中流露出羡慕和钦佩。 脚下的江生尾停止了挣扎,她侧过头来望着我,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 同时,她的眼底闪过一丝喜悦。 但当我加重脚下的力度时,她立刻趴下一动,也不敢动。 婆婆脸上的怒气消失了,她的眼睛快速地眨了几下。 眼角的皱纹随着表情的变化而展开又合上。 她的嘴唇颤抖着,突然之间满脸的皱纹挤成一团。 她一拍大腿对我笑道, 哎呀,若柔啊,这都是误会啊。 这孩子是亲戚家的孩子,是生为她堂姐的,不是她的,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看到这一幕,台下的宾客们都露出了匪夷所思的表情。 她们面面相去后开始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心中暗自叹息, 我的惊喜还没来得及送出,就已经结束了。 这怎么可能呢? 这次的玩笑确实开大了, 难道为了那一千万, 连自己的亲孙子都不要了? 那孩子确实是江生伟和她前妻所生, 这种事情能开玩笑吗? 就在这时, 一名女子从宾客中愤然站起, 面带怒涩地对着婆婆吼道, 婶婶,你在说什么呀? 我还没结婚呢, 你这不是在造谣吗? 婆婆愣住了,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尴尬地对着台下的女子使眼色。 其实, 即使没有宾客的议论纷纷, 即使没有江生伟的堂姐出面揭穿, 我也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那个四岁的小男孩, 她的眉眼与江生伟如出一辙, 简直就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如果拿着她的照片, 说这是江生伟小时候, 恐怕没有人会怀疑。 然而, 婆婆并没有放过我, 她不顾我的愤怒, 继续劝说道, 若柔, 快放开声尾吧, 你们都是夫妻了, 这样闹下去也不好看。 就算是打情骂俏, 也要分场合呀。 快, 等一下就要敬酒了, 刚才都是玩笑话, 别往心里去。 玩笑? 你自己会相信吗? 你为了这么点钱, 连自己的亲孙子都能利用, 更何况是我这个三十二岁的大龄圣女。 说完, 我狠狠地往江生伟身上踹了两脚, 然后拿着房产证迅速走下了台。 郑若柔, 你等一下, 有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吗? 然而, 我还没走到台下, 就被急匆匆追上来的江生伟, 拉住了手臂。 他一脸急切地看着我, 脸上已经没有了愤怒, 只剩下满满的恳求。 我用力甩开他的手, 不想跟他说废话, 挥了挥手, 就准备离开。 郑若柔,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 你在我公司里不过是个小小的销售员, 而且还是新来的。 谁有钱还会去上班呢? 你那些所谓的房产证, 说不定就是从哪里PS来的。 依我看, 你不过是想骗我的八万彩礼, 故意找这么个理由罢了。 还说什么给我惊喜, 我看是惊吓还差不多。 我嗤之以鼻, 脚步一顿, 回头冲他甜甜一笑, 对啊, 那你快去报警啊。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人生中的第一场婚礼, 就这么草草结束, 仓促地连准备好的惊喜, 都没来得及送出。 别生气了, 我们走吧。 好久没好好放松一下了, 过年期间, 我们去疯狂一下吧, 从酒店出来后, 闺蜜子珍笑得前腐后痒, 她捂着笑疼的肚子提一道。 说完, 她又从车里拿出衣服, 让我换上。 子珍说得没错, 我内心深处渴望的, 无非是一份不掺杂任何杂志的感情。 为了不让江生伟, 也就是我的上司受到打击, 我刻意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过上了长达半年的节俭生活。 我伪装成一个为生活奔波的小白领, 每天为了工作业绩而忧虑, 窝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 与室友共享卫生间, 挤着拥挤的地铁, 陪着江生伟, 吃着廉价的小吃。 最奢华的一次旅行, 也仅仅是去了附近的一个小镇, 住的还是一间窗户漏封的简陋民宿。 即便如此, 她竟然还期待我以身相许。 我委婉地拒绝了她, 结果她好几天都拉长着脸, 抱怨着我不爱她。 如果爱情必须用性来衡量, 那你何不去那些风月场所, 那里的每个人都会比我更爱你。 我毫不客气地反驳道, 她被我的话噎得无言以对。 过了段时间, 不知道她怎么想的, 突然改口说, 我肯定是个纯洁的女孩, 所以不再强迫我。 她开始谈论要努力提升业绩, 赚更多的钱, 为了她的弟弟, 她的母亲, 还有我们的未来。 而我, 则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的爱意, 我会尽我所能去寻找更多的客户, 让你的业绩在公司里遥遥领先。 她被我深深感动, 于是在某个网上买了一条价格极低的手链, 替换下了我手腕上那条定制的水晶手链, 笑着对我说, 有你真好。 其实对我来说, 有她在身边, 也很不错。 她让我学会了勤俭节约, 也让我明白, 花出去的钱, 有时候也是可以收回的。 江生伟竟然真的报了警, 我还没回到家, 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 紫珍反应迅速, 调转车头, 直接开车带我去了警局。 经过鉴定, 结果出乎江生伟的意料, 我所有的房产证都是真实有效的。 多嘴的紫珍甚至还把我的别墅也告诉了警察。 江生伟一再向警察道歉, 拱着腰, 陪着笑脸, 嘴里连连说着, 对不起, 我们之间有点误会。 辛苦了, 说完, 她试图拉着我离开。 等等, 你的事情解决了, 我的还没完。 刚才警察说了, 财礼要我退还给你, 我可以退, 但是, 我为你和你加花的钱, 是不是也应该一起算算? 我推开她, 敲起二郎腿, 缓缓地说道, 她脸上的得意瞬间消失, 露出一丝不屑, 一边掏出手机, 一边不耐烦地说道, 你, 就那几样不值钱的东西, 说吧, 多少钱? 我现在就给你。 我可没有保留收据和发票的习惯, 但幸运的是, 转账记录我都还留着。 在紫贞的协助下, 我们迅速整理了一份, 这半年来, 我为她特意定制的高档皮带, 衣服, 包包的清单, 还包括我上门拜访时, 送给她妈妈的包, 全部加起来, 总共是二十三万。 现在, 请转账给我吧。 不可能。 你那些都是些什么破烂货? 二十三万? 你敲诈呀? 江生伟在警局里脸色大变, 急得声音都变了调。 他口中的破烂货, 都是我精心为他定制的。 考虑到他的工资要分几分来用, 他自己的衣服总是将就着穿。 为了让他出去谈业务时, 不丢公司的脸, 同时避免暴露我的身份, 我特意找人定制了这些衣物。 因为没有品牌商标, 他总是有些瞧不起, 这些是从哪儿逃来的? 是不是出口的违惑? 虽然他嘴上这么说, 但每次摸到衣服的质地, 他总是会迫不及待地穿上, 包括领带, 皮带等等。 现在面对要付钱的事实, 尤其是转账记录和与设计师的对话等证据都摆在眼前, 他开始耍赖了, 一口咬定我在敲诈他, 绝不承认自己穿过, 拿过, 用过这些东西。 警官, 我要求他必须立刻归还。 看着他耍赖的样子, 我直接扯着他身上的衣服向警官说道。 警官全程都在场, 也看过了那些证据。 在警官的严肃询问下, 江生伟终于承认他确实收下了这些东西, 并承诺三个月内会想办法还给我。 警官告诉我, 如果他不还可以提起诉讼, 三天之内不还就起诉。 走出警局大门, 我斩钉截铁地警告他。 江生伟不敢再嚣张了, 低着头连声应事。 我知道江生伟其实没什么钱, 他家最值钱的就是他父母的那套老房子和他的那辆几万块的车。 如果他不是一直逼我, 我也不想这么逼他。 只不过, 三天时间对他来说确实有些紧张。 当我心里正犹豫着要不要给他宽限几天时, 没想到他那个爱惹事的妈妈打来了电话, 你现在就到我家来, 我们把东西全部还给你。 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就不信了, 我儿子条件这么好, 能找到你, 就不能找到更有钱更年轻的女人。 说不定下一个比你好一千万倍。 这话听起来真是太熟悉了。 当初江生伟第一次来我家时, 他妈妈就表现出极强的优越感。 我送了他一个高级定制包, 作为见面礼, 他拿在手里翻看了好一会儿, 也没找到吊牌, 就抬着下巴跟我说, 我一般不背没有牌子的包。 我儿子在这么大的公司里做主管, 年薪二十多万呢。 上次有个女孩送我香奈儿我都没要。 不仅如此, 她还指着我送给她的纯羊毛围巾说, 这种十块钱一条的东西围在脖子里会扎皮肤的。 要不是看你长得漂亮, 又是头昏拿这样的东西给长辈, 我一般都会把人赶出去的。 嗯,当时我是考虑到姜生伟, 而非他, 所以才强忍下了那口气。 然而此刻, 我已无所顾忌。 我急匆匆地赶去, 想要尽快给他们腾出空间。 抵达之后, 我终于看到了即将成为我新房的那个房间。 除了门上贴着喜庆的红字, 屋内的布置并无太大变化。 姜生伟不在家, 房间显然没有被仔细打扫过, 显得有些凌乱。 地上随意扔着广告的帆布袋, 沙发还是老样子, 灰扑扑的床单随意搭在上面, 茶几上只摆了一些喜糖和干果。 我想, 除了姜生伟的卧室, 这些可能就是这场婚礼最明显的象征了。 你拿来的包, 围巾, 衣服和手机, 我都还给你。 我倒要看看, 你这个已经结过婚的二手货, 还能嫁给什么样的人家。 我刚一进门, 姜生伟的妈妈就抱着一大堆东西扔到我面前。 我蹲下身, 一件件检查着那些物品。 包里还有一小段皱巴巴的纸巾, 围巾上沾满了白色碎发和浓重的汗味, 污浊不堪。 手机被使用过了, 衣服也穿过了, 膝盖处摩得发亮。 姜生伟的妈妈双手抱胸, 高傲地看着我, 鼻孔里不断发出冷哼。 等我检查完毕, 她立刻伸出右手, 冲我吼道, 这是你送来的所有东西, 拿走, 把彩礼钱给我。 我悄悄地打开手机录像功能, 拍摄了这些东西, 然后对她笑了笑, 突然提高声音说, 我送来的时候是什么样, 你还给我的时候就必须恢复原样, 否则, 我们法庭见。 想用这种拙劣的手段来敷衍我, 以此逃避赔偿。 对不起, 我接受不了。 你什么意思? 彩礼不退是不是? 我撕烂你的脸。 她急了, 扑上来就要抓我的脸, 叫嚷着要回我的容。 我及时躲开, 顺势打开门, 再次警告她, 给你们三天时间, 务必抓紧哦。 不然, 你儿子可能就要去里面待着了。 你想得美, 我儿子是个大主管, 会受制于你这个小员工。 你的彩礼不给, 我先让我儿子从你的工资里扣, 然后再开除你。 我刚要下楼梯, 她的声音就在后面紧追不舍, 整个楼道里都回荡着她的喊声。 紧接着, 楼上传来几声门响, 然后是小声议论的声音。 谁呀? 这是谁家呀? 我们这单元, 住了大人物。 谁家的儿子开了公司? 我怎么不知道? 不仅他们的邻居们感到困惑, 我也同样难闷。 他儿子什么时候, 有这么大的本事了? 虽然主管确实有直接决定员工去留的权利, 但从来没有一条规定说可以公报私仇。 尽管新闻上没少报道类似的事情, 但我还没有亲身经历过。 看来, 这次我将要亲身体验一次了, 成功与否, 还得看她的手段如何。 但她的母亲提醒的确实有道理, 先扣工资再解雇, 这确实是个妙计。 公司里的人都知晓 我们在交往, 也清楚我们的婚礼没有成功, 但他们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婚礼当天, 分公司的员工几乎都到场了, 对江生伟来说, 那真是颜面扫地。 即使他母亲不煽动, 他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他向来是个牙字必报的人。 当初刚认识他的时候, 办公室里就有关于他的传闻。 据说, 因为他的业绩不佳, 所以抢了同事的一个订单。 在会议上, 当同事公开提出此事时, 他却辩解说, 那个订单是上个月的, 不算当月的业绩。 然而, 当同事进一步追问, 为什么上个月没有提成时, 他支支吾吾, 最后脸色一沉, 指责同事怠慢客户, 导致公司扣款。 我原本以为是传言, 直到有一次他带我一起去见客户。 我们在咖啡厅见面, 四个人点了三百多元的咖啡。 开发票时, 他要求开六百元。 收银员告诉他, 无法这样操作, 因为这边也需要报仗, 除非他再点多几杯。 没想到, 他指着自己胸前的公牌说,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我每个月 在你们这里的消费占比是多少吗? 我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衣角, 但他却凑近我耳边说, 别惯着他们, 有一次就有第二次。 你要学着点, 做事要高调, 做人要低调。 然后, 他仍然强硬地要求收银员 开了六百元的发票。 即便如此, 他还没放过人家, 临走时, 还把收银台上的 招财猫给砸了。 那个时候, 我对钱没什么概念, 以为他是被生活所破。 因为钱也不多, 我就没太在意, 反而还因为他的辛苦 而感到心疼。 那么阳光, 帅气的一个人, 却被这么点钱所牵绊, 不断地抱怨着 钱的各种不适。 我甚至在心里暗暗发誓, 等我和他结婚后, 他就不必再为了这么点钱, 而费尽心机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 今天的他, 却为了报复我而大肆为难我。 第二天, 当我再次走进公司时, 他迅速按下了复仇的启动键。 郑若柔, 你的业绩倒数第一, 从这个月开始, 我们将采取末位淘汰制。 如果你还是这样, 就请离开。 这家分公司的所有同事 都知道他在针对我, 故意找我的查, 尽管事实上, 我的业绩是第二名。 看到这一幕, 我也不再顾忌什么了。 我立刻召集了分公司的所有部门开会, 并当众宣布, 将主管说得对, 假公济私, 公报私仇是不对的。 身为主管, 你的业绩从来都是垫底的, 但你骂人, 损人却样样在行。 我这公司太小, 容不下你这尊大神。 现在, 我宣布开除江生伟, 留会计, 麻烦你给他结算一下工资。 江生伟愣住了, 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指着我冷哼道, 你以为你是公司董事长啊? 你以为你是谁? 江主管, 他就是我们的公司董事长江若柔, 请跟我来办理离职手续。 与此同时, 刘会计站了起来, 推了推眼镜, 严肃地对江生伟说道, 自分公司创立之初, 刘会计就一直在这里工作, 他是唯一一个知晓我真实身份的人。 刘会计不仅担任着会计的职责, 还曾是我的大学导师。 在经商家庭的熏陶下, 我从小就对商业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大学期间, 我通过为他人撰写商业稿件, 不仅完成了学业, 还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毕业后, 我利用这笔钱, 在父亲的帮助下, 迅速回到老家, 成立了自己的传媒公司。 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公司中, 为了客户, 为了方案, 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 公司成立后的第六年, 我的父母因为忙于自己公司的事务, 无法顾及我。 考虑到分公司的管理和商业研究的需要, 我邀请了刚刚退休, 且对商业有深入研究的大学老师加入我们的团队, 他在母校附近的分公司担任了会计的职位。 从公司成立到现在, 我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设了五家分公司。 然而, 就像父母和老师经常提醒我的那样, 虽然我的事业发展得很顺利, 但我的个人生活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看着他们为我着急, 我接受了母亲的建议, 决定在公司内部寻找合适的伴侣。 我的母亲和父亲就是在工作中相识并走到一起的。 母亲也是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 她在三十多岁时在公司里遇到了父亲, 两人随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受到他们的启发, 我来到了自己创立三年多的分公司, 意外地遇到了江生伟。 我曾以为与他结婚会是我新生活的开始, 却没想到这竟然是他职场生涯的终点。 江生伟, 这个本是我打算在婚礼上给你的惊喜。 我敲了敲桌子, 严肃地对他说。 江生伟愣住了, 他呆呆地看着我背后的投屏, 仿佛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若柔, 不, 郑董事长, 你少来骗我。 你们这是团伙作案, 想骗我离职。 江生伟突然抬头望向我, 嘴唇颤抖着说出这句话。 他的语调不断提高, 最后猛地站起来, 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门被猛地踹开, 一个穿西装的年轻男子闪了进来。 他严肃地环视了一圈会议室, 当视线落到我身上时, 微微一笑并点了点头。 然后他转身对着门口恭敬地说道, 郑书, 郑董事长在这里。 与此同时, 看到我向门口快速走去, 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 不约而同地站起来, 向门口张望。 爸, 您怎么亲自来了? 这点小事我能搞定。 我有些惊讶地 看着门口的父亲说道, 他就是江生伟口中的 董事长郑瑞明。 我扶着他走向会议室的主席位, 但父亲似乎并不急于坐下。 他冷冷地打量着江生伟, 只见江生伟拱着腰, 额头上大颗的汗珠不断滑落。 突然间, 父亲洪亮的声音在宽敞的会议室中回响, 江生伟, 你究竟被我女儿骗了多少钱? 来, 跟我算算, 我来赔偿。 我从小教他很多, 但唯独没教他如何骗人。 同样的, 我也告诫过他, 如果被人骗钱, 被人欺负, 绝对不能轻易放过。 现在, 你亲自跟我算算这笔账。 江生伟被吓得浑身一颤, 膝盖一软, 竟然直接跪在了我父亲面前。 他拖着哭腔, 双手紧紧抱住我父亲的腿。 爸,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只是跟他开个玩笑。 爸, 会议室内的人们不约而同地发出一阵哄笑。 在我和江生伟恋爱的时候, 他几次三番想要见我的父母, 但都被我以他们忙碌为由拒绝了。 然而, 我没想到的是, 他所谓的忙碌竟然是指 我爸妈的生活不如他妈妈轻松。 他总是说他妈妈过得如何舒适, 如何享受美食而无需辛苦工作。 虽然他从未明说, 但总是嘱咐我不要乱花钱。 你爸妈赚钱不容易, 你年纪也不小了, 别让他们为了你的花费而忧心。 在婚礼前, 他还告诉我, 婚后他不打算去见我的父母了。 他打算在某个假期接他们出来见见试面。 现在他终于见到了我的父亲, 之前的鄙夷之色已全然不见。 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脸面, 一生霸让他的人性之花瞬间绽放。 这一幕也让同事们看足了笑话, 他们议论纷纷, 指着他不停地笑着窃窃私语。 刘会计站起身来, 向大家挥挥手说, 散了吧, 回去工作吧, 别让这些事污了你们的耳朵, 很快, 会议室内就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与此同时, 父亲对江生伟摇了摇头说, 我可承受不起你的称呼。 你还是直接告诉我吧, 我女儿的钱, 你什么时候能还回来? 我不想让好不容易有休息时间的父亲, 还要为我的事情劳心费力, 于是悄悄地给我母亲发去了信息, 让他把我爸叫走。 毕竟在我们家, 能管住我爸的只有我母亲了。 然而, 当我看到母亲秒回的信息时, 我却后悔了他认为这不是小事, 并且不让我父母插手是不行的。 他不能忍受有人侮辱他的女儿。 他表示绝对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并命令我晚上六点去机场接他。 我直接无语了, 索性不再回复母亲的信息。 而当我回过头时, 却惊讶地发现江生伟的举动, 让我大跌眼镜霸, 对不起钱我一定会还的, 只是您这么远过来, 我还没来得及为您接风洗尘呢。 看到我父亲准备点烟时, 江生伟陪着笑脸, 慢慢地站了起来, 殷勤地拿过烟灰缸, 双手恭敬地放在他的面前, 一脸谄媚地说道, 我走上前去, 直接拿走了父亲手中的烟, 并挽住他的胳膊对他说, 爸我妈要来了, 您还是去接他吧。 听到我的话后, 父亲一脸欣喜地急忙向外走去, 他怎么不早告诉我。 今天我来的时候, 他还说不来呢, 要处理一个合同, 爱你妈总是喜欢给我惊喜。 我僵硬地站在原地手, 还保持着挽着他臂弯的姿势, 我的父母从来都不在乎, 我的感受总是花式秀恩爱, 突然我的胳膊被紧紧一拉。 我回头一看只见江生伟抓着我的手臂,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善笑着问我, 若容你看, 晚上我们在哪里为爸妈接风? 他们喜欢吃什么菜呢? 他们更喜欢你消失, 还有只剩下一天了, 赶紧把钱打到我卡里。 我冲他翻了个白眼, 扔下这句话后, 便去追我父亲了。 我白了他一眼, 扔下那句话, 就急忙去追我父亲了。 已经有大半年没见到父母了, 我真心不希望他们因为我的这些琐事而烦心。 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们出来一起吃个饭, 然后带他们去放松一下, 让他们从紧张忙碌的工作中解脱出来, 稍稍缓解一下紧绷的神经。 但没想到, 江生伟和他妈妈的举动 打乱了我的全部计划。 那天晚上八点, 我们刚在餐厅坐下, 还没来得及点菜, 就看见江生伟和他妈妈一脸喜气地走了进来。 江妈妈提着两包土特产, 身上穿得光鲜亮丽。 江生伟也打扮得十分帅气, 手里还拿着几条我爸爸最爱抽的烟, 显然是因为我爸之前只是掏出了烟盒, 他就迅速记在了心上。 看来, 人在利益面前, 确实可以变得格外细心, 周到。 在利益面前, 感情, 自尊和脸面都可以随时被扔进垃圾桶。 亲家, 亲家母, 你们看, 我也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来。 要不是生伟告诉我, 我都没机会见到你们, 将妈妈客气地弯着腰, 跟我父母打招呼, 然后二话不说, 就直接坐了下来。 她打量着我母亲, 视线从她高高盘起的发际, 到精致的妆容, 再从她那身考究的白色休闲西装, 到闪闪发亮的高跟鞋, 嘴里不停地发出赞叹声。 我母亲和父亲对视了一眼, 满脸疑惑地再次看向江妈妈。 母亲垂下眼睫, 倾咳了一声, 然后不紧不慢地说, 我女儿的钱带来了吗? 江生尾顿时哑口无言, 默默地低下了头, 给她妈妈使了个眼色, 江妈妈的脸皮显然比她儿子要厚得多。 她顶着厚厚的粉底, 开始指手画脚地说起来, 嗨, 亲家母, 这都是误会。 他们俩小年轻, 有点口角很正常吗? 咱们大人就别掺和了。 再说了, 都是一家人, 哪有舌头不碰牙的? 她似乎忘了, 我可不吃这一套。 更重要的是, 我妈也完全不受她这套影响。 只见我母亲优雅地端起饮料, 轻轻抿了一口, 然后郑重地看着江妈妈说, 舌头和牙齿本来应该和平相处的。 如果舌头碰到了牙齿, 那不是舌头的问题就是牙齿长歪了。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都需要调整。 我在这里声明两件事, 第一, 我不是你亲家, 我不认。 第二, 如果你是来谈还钱的, 就把钱拿出来, 如果不是来还钱的, 就回去筹钱还债。 其他的,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也许是看到我妈妈背对的说不出话来 江生为有些着急了。 她用胳膊肘推了我一下小声地责怪道, 并试图转移话题。 若容你看, 要不是我问徐叔咱爸妈的行程, 我们就迟到了。 你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还好没错过, 真是可笑至极。 我猛地站起来, 手指着门口, 对他们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来, 滚。 三天之内, 看不到钱, 就直接起诉我, 说到做到。 江妈妈看情况不对, 赶紧拉着她儿子站起来, 对我父母强装出笑容说, 我们出来得及, 忘记锁门了, 先回去有什么事, 咱们好好说呀。 只有江生伟还站在原地用愤怒的眼神盯着我突然转向, 我父亲说, 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 你还教别人怎么教育女儿呢? 我和我妈好心好意热情地给你们接风洗尘, 你们却给我们冷脸看, 还骂人她尊重我妈了吗? 你们把我们当人看了吗? 江母似乎也被激怒了, 她儿子话声刚落, 她本已打算离开, 却又猛地坐下, 手指指指我母亲, 声音严厉, 你们家财万贯, 明知道我们家境不如你们, 却还要这样苦苦相逼, 这不就是为父不仁吗? 对你们而言, 这只是区区小数, 这点钱真的就那么重要, 又不是我们主动要的, 是他自己愿意给的, 这事儿就算闹到天边, 我们也没理由还。 区区小数, 任何巨大的财富 都是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我正准备开口反驳, 父亲却抢先接过话头, 您说得没错, 要不是从一点一滴做起, 怎么会积累起这么多财富? 既然你们不看中这些小钱, 那就别心疼, 直接还给我们不就好了? 母亲频频向父亲投来白眼, 她一向不喜欢与人争辩琐事, 她的行事风格向来干净利落, 能不说话就不说话。 对, 我从来没有强迫她给我买任何东西, 都是她自愿的, 现在我不要她了, 她想敲诈我, 门都没有。 江生为咬牙切齿地对我们三人吼道, 双眼仿佛要喷出火来, 这母子俩真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都这么不可理喻。 我毫不犹豫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告他们侵占贵重物品, 事实证明, 报警比跟他们废话要有效得多。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加上我拒绝和解, 江生为很快就被拘留了。 第二天, 母亲就拉着父亲离开了, 并给我留下一句话, 嗯, 终于有点像我的样子了。 你自己处理好这件事, 记住, 如果你心软, 就别叫我妈。 那是不可能的。 送走父母后, 眼看着儿子被关在警局, 我不见钱财绝不松口, 江母终于崩溃了。 她找到我公司, 一进门就跪在我面前, 痛哭流涕地说, 若柔啊, 你跟生伟谈了半年恋爱, 还办了婚礼, 咱们不能这样啊。 她要是被关起来, 我们家可怎么办呢? 这个家就要散了呀。 她弟弟还没工作赚钱, 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要养, 你让我们怎么活呀? 眼前的她已经没有了 昨晚的嚣张气焰, 就像一只痘败的母鸡, 泪流满面地,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窗外是我的同事们围观的身影, 窃窃丝与声隔着门缝不断传来。 这是她儿子以前的办公室。 以前她儿子是主管的时候, 她可没少给我脸色看。 那是你们的事, 跟我没关系, 我只要我的钱。 就算是我饭间送过去的贵重物品, 也就是你说的那点钱。 我把她儿子的东西一件件摔在地上, 包括她们的母子合照。 不行啊, 若柔, 你就发发慈悲放过她吧, 将母铺向那些摔碎的照片, 从玻璃碎片中小心翼翼地捡起, 反复抚摸着江生伟的脸庞, 带着哭腔不断地恳求。 实质盛下, 窗外的缠鸣声此起彼伏, 令人心烦意乱。 我按下了办公桌上的免提键, 叫来保安, 毫不客气地将她请了出去。 那天下午, 江生伟通过警官传达了她想见我的意愿。 子珍劝我不要去, 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但我还是想去听听她到底想说什么。 若柔, 对不起, 我承认我错了。 但是, 如果我归还了钱, 你能不能让我继续留在公司? 你知道的, 我这个年纪在找工作不容易, 而且很难找到像这里这样待遇好的了。 江生伟像是变了一个人, 仅仅一天一夜的时间, 她就已经憔悴不堪, 声音低沉地向我哀求。 你是不是记忆力有问题? 那天开会不是已经把你开除了吗? 而且你还领了遣散费? 你不是很厉害吗? 像你这样的男人, 有大把的女人会贴上来, 你既能找到我这样有钱的, 也肯定能找到比我更出色的, 何必在乎一个小小的主管职位? 面对我的反驳, 江生伟无言以对, 她长叹一声, 双手抱头, 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她的是, 她母亲来的那天晚上, 还带来了一位大约三十岁的男人。 那个男人我认识, 他是我母亲合作伙伴的独子, 谢氏集团的继承人。 她风度翩翩, 气质非凡。 尽管母亲告诉我她 只是临时找来的销售总监, 但我还是识破了她的谎言, 那已经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最高职位了。 我在公司里一直兢兢业业, 虽然业绩不算突出, 但也绝不是分公司里最差的。 你好好想想, 如果可以的话, 我让我妈卖掉房子还你钱, 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随便吧。 反正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对你不错, 你看着办吧, 还需要我看着办吗? 她对我的所作所为, 我都铭记在心, 她对我爸妈说的那些话, 我也从未忘记。 我一直秉持着 别人敬我一持我敬人一丈的原则, 但如果别人占了便宜, 还口出狂言的话, 那么不好意思, 我会让他们连本带利地还回来。 知道我这边绝不会轻易妥协后, 姜母为了不让她的宝贝儿子去坐牢, 最终还是咬牙卖掉了房子, 并把钱还给了我。 他们还完钱后离开公司时, 姜母还在我的宝马车屁股上, 狠狠地踹了一脚, 以泄愤。 那辆车是我最喜欢的一辆了, 之前为了和姜生伟谈恋爱, 我都没舍得开出来过呢。 现在好了, 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开着她上街兜风了。 若柔你不会真的要走吧? 在西餐厅里, 子珍依依依不舍地看着我问道, 她用叉子扎着牛排, 情绪低落地吃着饭。 她知道我这次来这里的目的是, 为了寻找真爱并结婚, 但现在事情没有成功, 所以她担心我会离开这个城市, 她不会走的, 因为我的惊喜她还没收到呢。 子珍话音刚落我的新主管欧布我妈管她叫销售总监, 就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走来, 她停在我面前勾起唇角看着我, 她的双眼里闪烁着星星般的光芒, 谢氏集团大公子谢峰, 三十二岁, 个人资产比我还多, 脾气也比我好, 而且比我更好相处。 我微微一笑, 算是跟新主管打了招呼。 子珍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显然没料到这位新来的销售总监会和我这么熟人。 你们认识? 她好奇地问道, 算是吧? 我含糊其词地回应, 不想过多解释。 谢峰拉开椅子坐下, 自然而然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她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 很快就和子珍聊得火热, 反倒是我成了旁观者。 晚餐结束后, 谢峰提出送我回家, 我没有拒绝。 在回家的路上, 她突然问我, 若柔, 你对我这个人有多少了解? 我愣了一下, 然后如实回答, 其实不是很多, 只知道你是谢氏集团的大公子, 个人资产雄厚, 而且脾气很好。 她听后笑了笑, 说道, 那你想不想更多地了解我呢? 比如, 我的喜好, 我的梦想, 我的过去, 我打断她的话, 谢峰, 我们才刚认识不久, 这样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她却不以为意, 我只是觉得, 既然我们有可能发展下去, 那么早些了解彼此也是好事。 我没有再说话, 只是默默地看着车窗外的风景。 谢峰也没有继续逼迫我, 她打开了车内的音乐, 轻柔的旋律在车厢内回荡。 接下来的日子里, 谢峰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她会在我下班的时候, 等在公司门口, 接我去吃晚餐。 她会在周末的时候, 约我去看电影或者逛街。 她甚至还在我生日的时候, 送了我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 我不得不承认, 她的出现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而且, 我也开始慢慢地了解她, 发现她并不是一个, 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富二代, 而是一个有着自己追求和梦想的人。 然而, 我却始终无法忘记江生伟对我的伤害。 每当我看到谢峰对我好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江生伟曾经的背叛和欺骗。 这种矛盾的心理让我很困扰,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接受谢峰的感情。 终于有一天, 在谢峰再次向我表白的时候, 我拒绝了她, 我告诉她, 我需要时间来疗愈自己的伤口, 也需要时间来考虑自己的未来。 她听后并没有生气或者沮丧, 而是温柔地对我说, 若柔, 我愿意等你。 无论你需要多长时间来考虑, 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她的这番话让我很感动, 但我也知道, 自己不能因为感动而接受她。 我需要对自己负责, 自己的未来和感情。 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也放下了很多包袱。 当我再次回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已经能够坦然地面对谢峰了。 而谢峰也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没有放弃过对我的追求。 她每天都会给我发一条信息问候我。 她会在周末的时候, 去我出差的城市看我。 她甚至还在我生日的那天, 送了一束鲜花到我的住处, 并附上了一张手写的贺卡。 她的坚持和执着让我很感动, 也让我重新审视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当我回到公司的时候, 谢峰第一时间找到了我。 她看着我笑了笑说道, 欢迎回来若柔。 我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她突然问道, 是否愿意给我一个机会? 我看着她认真的表情, 心里突然涌起了一股暖流。 我, 我刚想开口说话, 却被她打断了。 没关系你,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 她说道, 我知道你需要时间来考虑, 我可以等。 她顿了顿又继续说道,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 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 并且永远支持你。 听完她的话, 我的眼眶突然湿润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感动, 也许是因为她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我吧。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看着她认真地说道, 谢风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 你不用太客气了。 她笑着说道, 只要你开心就好。 那, 那我们试试吧。 我鼓起勇气, 说出了这句话, 然后低下了头不敢看她的反应。 真的吗? 她激动地问道, 你是说你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吗? 我点了点头, 抬起头来看了她一眼, 然后迅速地别过头去, 不敢与她对视。 太好了。 她高兴地喊道,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会好好珍惜你的。 我也回抱住她, 感受着她的温暖和心跳声。 从那一刻起, 我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开始了新的生活篇章。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像所有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甜蜜而幸福地生活着。 我们会一起去看电影, 逛街, 吃饭, 旅行, 我们做着所有情侣都会做的事情, 享受着彼此的陪伴和温暖。 当然在这段感情中, 也有磨合和争吵, 但是我们总是能够坦诚相待解决问题, 最终让我们的感情更加稳固。 每当我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 都会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因为我知道自己找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利,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